電話號碼 Carvin,甚麼事 沒有,為甚麼這麼問 不好意思 老闆,看完之後有甚麼想法 別從公司 不是下個禮拜嗎? 他們就在這個時候 拿了保安的時卡 他們就可以很輕鬆地進去保安室 保安室裡的人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 但是大堂有CCTV的 他們有部署,帶齊工具來 哪些畫面應該拍攝 哪些畫面不用拍攝 他們全部一清二楚 你是誰? 他就是這樣控制所有CCTV了 這裡交給你們 好 就讓CCTV完成了 他們重環播放走廊沒有人的畫面 所以保安公司總控制室和警方 才可以完全不知道這裡出事 直到巡邏員的保安回來才發覺 那他們就有足夠的時間 去拿保險庫裡的東西 只要他們進入保安的伺服器 進來這裡就像進入無人之境 但是保險庫到門 只有我的節目才開刀 結果還是被人打開了 到了 好… 好… 怎麼會這樣? 這扇門明明是我的指紋才能開到 而且我已經刻意把指紋掃描器 和保安室的系統分開 他們是獨立操作的 是指認我一個人的指紋 那就是說有人拿了你的指紋 不可能 他們怎樣和什麼時候 可以拿到摸的指紋呢? 就是在你之前被人綁架的時候拿的 我記得你說過 你被人鎖在藏心那間屋的時候 你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昏迷狀態 如果在這個時候有人抓住你的手 打你的指紋 你應該完全不會察覺的 這塊東西就是即場用 黃小姐的手指公倒模出來的 矽膠指紋膜 就是用這塊東西 騙到你瑞典公司 設計出來的指紋掃描器 這個指紋掃描器 不僅用來掃描指紋 還有一個熱感裝置 當其他人就這樣用手指按下去 這個矽膠指紋膜上的紋理 就會不清晰 所以就要蓋著肚子 問題就在這裡了 究竟這群人是來偷這批東西 順便綁架黃小姐 打算賺錢 還是他們一心打算綁架黃小姐 順便拿她的指紋 才偷這批東西呢? 魯Sir, 我想現在首先照顧黃小姐的感受 其他的事, 回警局慢慢研究, 好嗎? 是 你放心 我們警方不會被這群人騷擾法案 我可以再用錢 掉了個袋 天文圈在裡面 沒見錯